彩礼只是一个保障 我能接受你上门 房子可以为你买 车也可以为你买 你能不能不要彩礼 凭什么不要彩礼 你为什么要彩礼啊 我房车都给你买了 你给我买 什么叫为我买 你难道你不结婚 你不买车房吗 我买了房买了车 都是为了你啊 怎么为了我 不要什么东西都为了我 你即使咱俩不在一起 你要买车买房 知道吗 你那东西是为你自己买的 不是为我买的 知道吗 而且我凭什么不要彩礼 我的爸妈养我这么大 到你们家上班 照顾你父母 给你们家当保姆 给你们家当保安 给你父母养老 给你们家洗衣装 带孩子 给你们家打扫卫生 给你们家当留作嘛 我说你 你就给个几十万彩礼 是吧 你一次性把我买断 你去哪里找这种好事 你现在请个保姆 一个月也要一万块钱吧 我还能帮你们家长中接待 保姆能帮你们家长中接待吗 男保姆也可以的 男保姆也可以啊 对啊 你玩得有点花啊 玩耐 我有点花啊 所以 Pope的 你 咱们 今后 女保姆能帮你